這就是獸林的天氣 你看上面屋簷很黑很黑 剛開始還是晴天 一下子就下暴雨了 暴雨它會持續 很長一段時間 可能兩三個小時 都保持這種風量 一直下一直下 我也是很擔心學校的圍牆會倒掉 因為它這個水 從西邊流到東邊 它不停的沖刷著 這個學校的牆角 我在學校的牆角那邊 廁所這邊位置已經堆了很多石頭 但是那些石頭依然不停的在下沖 就說明牆角有下陷了 然後我在這裡挖了一個一米的坑 試圖把這個水流到這個坑裡面 不讓它去沖刷學校的牆角 然後左邊弄了一些草 把這個水引流過來 這樣子的暴雨 有時候在獸林會持續 兩個月甚至三個月 這種破壞力是相當可怕的 有些村民為了砍樹做飯 他們就會就近在這個 自己的住處附近 弄一些柴火 然後砍一些樹 這樣子對水土流失來說的話 是非常的要命的 然後這個水不停的沖刷這個洞裡面 然後進行下滲 如果說我不引流到這邊的話 它直接沖刷牆角 估計這個圍牆沒到兩個月 每一個月兩個月或者是半年 它可能會出現非常嚴重的傾斜或者是倒塌 就這樣一直流一直流 有時候半夜下暴雨的時候 我都擔心這個圍牆會倒了 那裡面弄了很多 鑽頭 我填了很多鑽頭 但是依然是不停的下陷 依然是不停的下陷 我在想農村的圍房那麼多 那些年紀比較大的人 住在這個圍房裡面 如果這個水 他們又是土做的 那這個水沖到這個土 如果屋子有漏水的話 那這個屋子不成馬上成圍房嘛 那是相當可怕的